这一讲是整个课程的最后一讲了 通过前面九讲的学习呢 相信啊 你对整心已经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认识 一定呢 也有过试着用学到的整心知识啊 去观察和分析自己的冲动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啊 你学到的这些知识 除了自己的身体 其实还有一个应用场景 那答案就是你的孩子 如果你能在起跑线上呢 给孩子一个好的容貌 好的气质 好的身体 那将是他一生的幸运 我们的孩子长大之后呢 就不用再去考虑 如何评估医生呀 如何避坑呀 等等问题了 其实呢 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一点的 跟我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整心医生呢 大多都是有职业病的 看到一个女孩 往往就条件反射的 去想该整哪 我刚入行的时候呢 犯的职业病就更厉害了 专门研究一个好看的女孩 调整哪里 可以让她变得更好看 假如一时间我找不到下手的地方 我就特别难受 心里想啊 这不可能呀 是不是被比我更厉害的高手做过了呢 只要做过 肯定有破绽和痕迹啊 如果当时一时找不到 就更加抓狂了 拼命的想 她的刀口究竟在哪呢 破绽在哪呢 有没有哪些地方 还能让我处理得更完美些呢 后来啊 随着临床经验的丰富啊 当一个女孩 从我面前走过 往往只需要几秒钟 我就能扫描出她脸上 动了些什么地方 假如手术做得不成功 我甚至能脑补出 她的主导医生 在做手术的时候 当时是想错了什么地方 才做坏的 后来钻研技术本身呢 对我已经没有太大的挑战性了 于是我就开始研究 如果不动刀 怎么把一个女孩子变美 这样呢 才有了上一讲 我们讲的那些内容 在研究的过程中呢 我注意到 基因往往只能决定 60%左右的容貌 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到源头 从刚出生就开始 去关注抚养中的 每一个影响容貌 发育的细节 抓住那个穿口漆 就在起跑线上 帮孩子塑造出一个 更好看的容貌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展开来讲解这个问题 首先啊 我们要清楚自己能做什么 又不能做什么 行为的边界其实很重要 你希望孩子长成什么样 是由你自己的审美决定的 但你要想清楚啊 你不经意的日常的抚养行为 比如给孩子吃什么 喝什么 怎么睡觉 甚至怎么呼吸 都会给孩子的身体和容貌 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些印记 再加上先天的遗传 就是未来你孩子的长相了 要想帮助孩子 塑造一个更好看的容貌 就必须要付出相应的时间 精力和金钱等等 比如啊 我们前面经常提到的脸型 和婴儿时期的睡觉的姿势 关系就很大 西方人呢 小时候喜欢趴着睡 这时候头就会自然的外向一边 时间长了 会让头型在前后方向上的发育啊 超过左右方向上的发育 脸型也会随之变窄 我们东方人呢 更习惯让我们的孩子养面睡 久而久之 就睡出了扁头 脸型也跟着就变宽了 作为家长 如果你喜欢小脸 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 留心让他趴着睡觉 但是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 千万不能让你的孩子 在身边无人照料的时候 趴着睡觉 否则呢 有窒息的威胁 如果你的脸型没有特别的偏好 在孩子睡姿的选择上 就相对可以随意一点点 再比如啊 吃的东西是硬 是软 也会影响脸型的发育 如果孩子比较早 就常吃过硬的食物 还喜欢 没事就嚼口香糖 那么就会刺激下颗骨的生长发育 同时呢 咀嚼肌也会比较发达 让脸型向裹子脸的方向去发展了 很多北方姑娘的脸 比南方姑娘的宽 不是因为他们胖 或者脸大 我觉得呢 原因之一 主要是我们北方人常吃面食 而南方人呢 吃大米 他不需要过多的咀嚼 所以啊 如果你偏好瓜子脸 才给孩子选择食物的时候 就要注意这一点 如果你更欣赏大框架 带来的阴气 就可以适当让孩子多吃一些硬的食物 促进上下颗骨和牙齿的发育了 还比如 孩子经常进行哪种体育锻炼 对身材的影响其实也很大 游泳呢 就是最好的塑造体型的运动 可以使人的肌肉成长条形 而不是短粗状 也可以使男性具有更发达健美的胸肌 使女性呢 有圆润柔和的线条 而且游泳呢 往往可以在水中 使身体的各个关节 都接受到温柔的刺激 这样也有利于骨骼的发育 一直到孩子十五六岁 游泳都是最好的运动 如果希望让孩子的下肢肌肉健壮一些 那就可以选择练习短跑 速滑 跳远 等等爆发力强的一些运动 前面说的几点 只对孩子的容貌有影响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通过干预孩子日常生活习惯 来影响孩子的长相 但接下来啊 我要说的这些 你就要特别注意了 这些生活习惯 不仅会影响容貌 更会妨碍孩子的生长发育 损害健康 很多家长不知道 正确的呼吸方式 是需要从小引导孩子的 生理上正确的呼吸方式 应该是完全由鼻子来完成 因为张嘴呼吸比较省劲 有的孩子就会不自主地 养成了用嘴呼吸的坏毛病 家长一定要留心 仔细地观察 一旦发现 就要及时地干预 因为啊 张口呼吸 直接造成上颗骨的过度发育 会让上颗骨成穷顶状的隆起 从外观来看 就是所谓的天暴地 大暴牙 在身体内部 用嘴呼吸 容易造成扁桃体 和咽喉部的一些炎症 甚至引发伤呼吸道的感染 哮喘 如果你确定 孩子的鼻子没有毛病 问题就简单了 找一转 没有致命性的胶部 睡觉的时候呢 把孩子的嘴给贴住 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就会习惯用鼻子呼吸了 前面讲到的症状 就会慢慢地消失 如果孩子 已经出现了 比较明显的爆牙 就要及时地去做 牙齿的正机 除了用嘴呼吸 家长还应该关注 O型腿的问题 所谓的O型腿 就是孩子两条腿伸不直 站起来后呢 两条腿之间啊 有个比较大的缝隙 随着身长发育啊 因为腿还承担着 支撑全身重量的作用 所以不进行矫正的话 会影响 膝关节和髋关节的发育 大部分的O型腿 都是婴儿时期 尿部塞得太多了 太厚了导致了 但一般只有等孩子一岁 会下地走路的时候 家长这时候才注意到 一旦发现 就要立刻调整尿部的厚度 随着自然发育 腿也就会慢慢地变直 除了这些 跟健康紧密相关的身体部位 其他的方面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来进行调整 我们前面也讲过 每个人的审美观 社会的审美风潮 一直都在变 所以家长 可以适当地干预就好 不要过多的控制 而且 虽然家长能够干预 但干预的空间是有限的 最要紧的是 干预是有最佳时机的 这也就是所谓的时间窗口 比如 决定身高的两个 关键的时间段 是在8到13岁 和16岁到25岁 这两个时间段 家长就要注意主动干预 比如多给孩子补补钙 鼓励孩子进行一些 体育锻炼 这些年家长的补钙意识 普遍都比较好了 但是也出现过 给孩子补钙过量 导致了骨构过早的愈合 不再长个儿的情况 其实 我们也没必要让孩子吃药片 靠食物补钙 就能避开过量的问题 在补钙的时候 也要注意其他营养素的补充 比如像热量要够 蛋白质要够等等 有的部位可以利用 人体组织的可塑性 来进行调整 比如 如果喜欢双眼皮 非要动刀不可 在孩子十六七岁的时候 连续用双眼皮贴 三个月到半年 就能形成双眼皮 最后 我还要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定要记住 所有的主动干预 都是有一定限度的 家长千万不要过于执着 甚至出现干预过度的情况 那反而会起到反作用 比如 让孩子过早的练习站立 走路 并不一定是好事 一定要遵循儿科医生 要求的成长规律 该抬头的时候抬头 该爬行的时候爬行 该走路的时候走路 切不可违背 人体发育的规律 否则 孩子的腿骨软 在不能承受身体重量的时候 就轻易的迈步 也很容易形成 O心腿或者X心腿 好 到这里呢 我们的美容整形医学课 就全部讲完了 作为一个整形医生 在做了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 其实我对美的理解 已经有所不同了 美 它不是手术刀 薄尿酸和肉毒素 也不是按照美的标准 打造出的牵连一面 出门就撞上的脸 更不是一张张 所谓的 整容失败的网红脸 真正的美 它是个性 是特色 你之所以是你 而不是别人 不仅仅是因为 你拥有一张独一无二的面孔 和五官 更重要的是 你具有独特的内在的 与众不同的气质 和灵魂 将来啊 我们的整形课呢 还会继续讲下去 会从更细的角度切入 你还希望提到哪些专题呢 欢迎留言 与我交流 如果你的提议被选中了 我将为你送出一份 特别的惊喜 为你的脸 做一次专业的美学评估 抱歉